看似美好童話的裝飾 竟是可怕煞氣的源頭 做了這個之後 童話呢 其實會很脫密 現實沒有那麼美麗 因為這個風水格局 我來講話 因為平平就沒有穿 可以硬把它用得穿 配合什麼 因為它很容易適合不齊 其實你就把它 那地方把它修飾下去